今年恒假我们毕业了 所以我打算跟我的朋友去旅游 我们要去三个最有名的城市 就是香港、上海和渡州 我先要打电话我最好的朋友 喂,是小王吗? 是的,这是 我是你的朋友,浩萱 我要告诉你 这个月十日,我跟我的朋友要出外公 你等一下吧,我要去问问我的妈妈 喂,你问好了吗? 好,我的妈妈说我可以跟你去 好,那我们星期一见面 美金一块,港币7.79 我查查看航空公司的网站 有的票很贵,有的很便宜 我选了便宜的飞机票 可是时间很长,价钱是美金三百六 在四点半,我们先到了 河南部的飞机场 然后再等大概三个小时 到了7.15分钟,我们的飞机已经到了香港 我们在飞机场换一换,随便看了几家商店 在11.5分钟,我煮了一个出租车 我们住在酒店叫Voyal Palace Hotel 一天价钱美金一百五十四 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坐人船欣赏香港式的夜景 我们还品尝了多种多样的小吃 有叉烧包,鸡脚,臭豆腐 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端午节 端午节有很多民间习俗 比如吃粽子,赛楼团等等 以前在电视上看过赛楼团 现在有机会新眼看 我们都很兴奋 我在跳舞一只鞋 只为你永远是那一次 比较有点迷信 不断去任务 做很多东西 鞋月飘飘 现在回到自己的区域 已经有龙洲的海道训练 第二,现在有很多运动员 其实都是属于一个现代运动 他们可能会有跑步 哇,哇,哇,这很糟 这也是一个完美的游戏 在香港 跟游戏的队友 装着創作的装饰 绿色的音乐 和声音乐 而且当然的经济 香港必须是你这次的地方 十年半床 十年苦度 今方的天使 我们一到上海 就看到了东方明珠塔 很壮举观 此外我们还去了外滩老洋房 老洋房是上海最经典的住宅 我们还灌了非常伟 中华第一阶的定路 人不能为我再跳 在上海我最喜欢的是 玉园游戏 因为那里有很多各种民主风格 建筑群 因为飘飘 也很好吃 有小龙包 有 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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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сли 吃 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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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漂亮 在早上的时候 我们去那儿的京剧博物馆 在那儿很有趣 在喷门那儿 他们有很美丽的风景 也那儿的空气很清凉 在那儿的收剧 也很道地 也很甜 在那儿的西瓜鸡肉很好吃 大家都很喜欢它 现在我从苏州飞机场再回家了